众说蓝谈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NBA知名记者萨姆阿米克最新报道 克莱汤普森拒绝胡人四年八千万美元合同 拒绝联手勒布朗詹姆斯和安东尼黛维斯 主要原因有两个独行侠夺冠实力远超胡人 而詹姆斯与布朗尼打球的闹剧也让汤普森敬而远之 独行侠总裁尼克哈里森 篮球运营副总裁迈克尔芬利 在加州赫莫萨海滩的一家意大利餐厅 招募汤普森90分钟的用餐时间里 三人谈到了独行侠的比赛 德克萨斯的生活 独行侠的球场环境 以及当地球迷等等问题 汤普森和分力双方对话无比融洽 汤普森将克比视为职业生涯主要灵感来源之一 他的父亲迈克尔·汤普森 是胡人表演时代的主要成员之一 胡人最开始确实在汤普森的头号选项名单上 胡人一度以为得到了汤普森 詹姆斯亲自给汤普森打了电话 甚至承诺愿意大幅降薪 实现联手组队的计划 萨姆阿米克说道 然而 分力最终赢得了汤普森的尊重 汤普森的经纪人 格雷格劳伦斯 参加了独行侠的晚宴 他们聊到了汤普森的职业生涯 分力打球的那个时代 汤普森对分力的职业生涯 和对篮球的见解非常尊重 沟通对话的真实性给汤普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汤普森观看了独行侠的总决赛比赛录像 并告诉身边的人 他想要融入独行侠这支球队 为东西齐和凯 欧文创造进攻空间 晚宴结束后 汤普森已经接近做出决定 萨姆阿米克说道 胡人都几乎与勇士达成 拉塞尔先迁后患的协议 为汤普森提供一份四年八千万美元的合同 汤普森还与胡人主教练JJ雷迪克通了电话 佩林卡与汤普森经纪人保持着联系 汤普森与独行侠管理层的晚宴结束后 独行侠当时并没有得到答案 汤普森决定先回去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 胡人还在等待招募说服汤普森 联手詹姆斯和戴维斯的机会 汤普森发消息给胡人管理层 不需要见面了 他决定加入独行侠 萨姆阿米克说道 汤普森放弃胡人更高的薪水报价 先迁后患 接受独行侠三年五千万美元的合同 汤普森的决定与钱无关 汤普森清楚 上赛季勇士两年四千八百万美元的合同报价 并不能买到幸福 萨姆阿米克证实 汤普森拒绝胡人 主要是因为独行侠有更好的机会 帮助他赢得第五枚总冠军戒指 独行侠的篮球氛围更纯粹 两个原因 促使汤普森拒绝胡人 决定加入独行侠 联手东契奇和欧文 萨姆阿米克透露 第一个原因 汤普森认为 胡人并不是一支支离于夺冠的球队 佩林卡围绕戴维斯打造阵容 以年轻球员为主要轮换阵容 詹姆斯的个人经历 更多在场外生意等方面 汤普森想要赢得第五座总冠军奖杯 胡人并不是合适的选择 独行侠管理层 贾森基德带领的教练团队 真正为总冠军委打造的团队 有别于胡人的球队组织架构 胡人招募汤普森的时候 甚至还没有一名助理教练 詹姆斯和雷迪克的播客节目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外 汤普森不愿意卷入詹姆斯 和布朗尼父子同场打球的闹剧 很显然 胡人在积极配合詹姆斯实现梦想 将布朗尼带入胡人队 并提供四年全额保障合同 这个决定表明了 胡人管理层的态度 仅最大努力满足詹姆斯的要求 下个赛季的主要精力 会放在詹姆斯、布朗尼身上 主教练雷迪克 也需要平衡布朗尼和球队之间的关系 过去两个赛季 勇士就是一支闹剧不断的球队 汤普森厌倦了这种生活 他想要加入纯粹的篮球团队 汤普森想要为独行侠 带来赢得总冠军的因素 萨姆·阿米克说道 球队文化 对总冠军的渴望 以及对篮球比赛的认知 汤普森认为 东契奇和欧文是更可靠的选择 汤普森做决定之前 还没和忙于奥运会 资格赛的东契奇交流过 那时候他已经确信 远离胡人和詹姆斯·布朗尼 是正确的决定 另外 阿米克最新报道 保罗签约马斯后 首次进行新闻发布会 谈到了拒绝加入胡人 或重回太阳 快船的原因是表示 出场时间和工资薪水 显然比总冠军重要 勇士放弃保罗 最后一年3080万美元的合同 他原本可以选择 接受胡人或太阳队的 老将底薪合同 也可以重回快船打比赛 这三支球队 下赛季都有机会 竞争总冠军 除此之外 保罗还有更好的选择 比如以底薪合同签约绝金 独星霞或森林郎 在职业生涯最后阶段 为总冠军拼一次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保罗选择 加入一支 22胜60负的球队 保罗为什么会拒绝胡人 拒绝联手詹姆斯 保罗为什么会放弃 追逐总冠军的机会 很显然 保罗仍然想要获得更多出场时间 萨姆·埃米克说道 保罗即将年满40岁 上赛季在勇士出战58场 场均26分钟出场时间 只有库里受伤或轮休期间 获得18次首发机会 作为首发控球后卫出场时 保罗在30.7分钟的时间里 能攻下11.9分 7.3次助攻 1.4次强断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4.2% 依旧保持着高水准的发挥 我想要获得上场打球的机会 为球队做出贡献 保罗说道 我还有价值 为球队打好比赛 保罗确实考虑过 签约胡人或快船 这两支球队 都没办法满足他的首发要求 也不能提供更高薪水报价 于是保罗决定 以一年1203万美元的合同 加入马斯队 联手名帅波波维奇 和最佳新秀文斑亚马 家人就是一切 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洛杉矶 赛季开始后 他们会继续留在那里生活 保罗继续说道 我非常喜欢打球 也可以离家近一点 可是 如果我没机会获得更多时间 我就不会开心 家人比任何人了解我 他们知道 我想要得到打比赛的机会 这是保罗职业生涯 首次与波波维奇合作 他将这种关系 定义为一种荣幸和特权 多年以来 我非常钦佩波波维奇 当你和他共事一段时间后 那种感觉就像合作了很长时间 会对波波维奇产生无限敬意 保罗谈到波波维奇时说道 不仅仅因为波波维奇的篮球智慧 还因为他作为一个人 一个竞争者的身份等等 在保罗看来 加入马斯联手波波维奇 远胜于去胡人和詹姆斯 一起打球的感觉 保罗还表示 文班亚马也是他决定加入 马斯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赛季 我曾经与文班亚马对位 我可以确定 联盟中没有球员 能像文班亚马那样 保罗相信 文班亚马比詹姆斯 东奇奇 约基奇和阿德托昆博都特别 每个人都在谈论文班亚马 我们必须要适应新情况 当然 马斯队提供的1203万美元的薪水 也远高于胡人或快船的报价 几乎是老将底薪的四倍薪水 保罗选择了出场时间 薪水收入 放弃了赢得总冠军的机会 萨姆阿米克说道 马斯队甚至向保罗承诺过首发位置 保罗即将进入职业生涯第二十个赛季 至今两手空空 没有赢得总冠军戒指 不得不说部分原因 在他自己的选择与决定 北京时间7月12日 美国南篮已经飞赴阿布扎比 将在那里继续进行奥运热身赛 官方晒出了球员们的机舱照 39岁的詹姆斯 踏上了自己的第四次奥运之旅 向自己的第三枚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他还在设媒上晒出张库连线的画面 厨师与国王一直耐心等待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们就在这里 有趣的是维德回复道 看起来很熟悉 在出发前 詹姆斯接受了T-Day的独家专访 谈到了奥运会大儿子布朗尼 和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被问到除了篮球 他最想参加的奥运会比赛项目时 詹姆斯说 我想参加四成100米接力赛 田径比赛 他还表示自己是一个团队型运动员 我想做最后一棒的选手 以正确的方式跑完比赛 作为四届NBA总冠军 和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 詹姆斯几乎完成了这项运动 最高级别的所有任务 那么他为什么觉得 有必要重返奥运会呢 詹姆斯说道 我觉得只是时机问题 时机就是一切 我觉得你知道 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 我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付出 美国队也给了我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回报的机会 无论在巴黎发生什么 詹姆斯都将在今夏 成为美国男篮史上最年长的奥运选手 在他离开赛场很久之后 他仍将是篮球的代名词 不过他说 他希望自己能以更多的方式为人所知 为比赛奉献一切是保持巅峰的秘诀 我希望不仅仅是关于篮球 对我来说 我在我们社区所做的一切 以及我激励了全世界的人们 才是我希望人们谈论的 我的很多成就 詹姆斯说道 詹姆斯深知篮球对自己的人生 有多么重要 但他希望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篮球 篮球绝对给了我机会 去看世界上的一些地方 去做一些我从未做过的事情 如果没有篮球 我甚至无法想象 也无法做到 但是 如果我的成就 只是关于篮球比赛 那我的使命就失败了 所以 我们会看到的 他说道 谈到他保持生涯 长久巅峰的秘诀 詹姆斯说 为比赛也为球技付出我的一切 同时奉献我的身体 我知道身体就是我的节奏 要想继续打出高水准 你必须能够致力于 去做到那些事情 我猜 那是一些你的同僚 并不想做的事情 我想从我的生涯中 榨取出尽可能多的成果 谈到将在胡人 与大儿子布朗尼上演 NBA史上首次父子同台 詹姆斯说 关于篮球 这可能是我所取得的 最伟大成就 我在个人层面上 完成了一切 但没有什么更大的成就 能超越我 能和我儿子同场竞技 这是发生过的 最伟大的事情 当被问到 他将如何与儿子布朗尼 作为队友相处 詹姆斯说 跟我和我的其他队友一样 我要让他承担责任 当我做错事时 他也应该让我负起责任 我能把父亲和队友的身份 区分开来 我认为 随着他继续成长 随着他继续学习 我希望他也能把儿子和队友的身份 区分开来 我们在场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赢下比赛 每天变得更好 对我来说 我可能会对他有更高的标准 因为我希望他变得出色 我希望他能做到最好 但归根结底是没有捷径的 在篮球比赛中 我不会以捷径标准 衡量我身边的任何人 也不会让每天在我身边的人那样 确定不会参加2028年奥运会 2028年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办 此前杜兰特认为 詹姆斯还有机会出战那季奥运 虽然詹姆斯最近与湖人队 续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但不要指望他会在四年后 出现在天使之城 不 我不会去 詹姆斯说道 当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时 我会离开这座城市 好吧 我会在那里住上一年 28年 我不会再待在洛杉矶了 我要离开那里 大家觉得下赛季的湖人 还有机会争夺总冠军吗 欢迎留言发表见解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